有一個故事 當時周揚的弟弟 因為他分開後 余啟威被報 去上海找黨組織 他自己說自己隻身 在上海找黨組織的時候 周揚 當時中共在上海關於文藝工作的負責人 就是周揚 他的弟弟見到江青之後 就說赤裸裸地提出要和他發生關係 江青當然說拒絕 亦因為這樣被許絕 接觸黨組織 所以有一段歷史就是江青那段時間 是脫離黨 脫黨就是這個原由 這就是為他這一段時間開脫的 然後三百年幾經周折 去到田安 然後在田安裏面怎樣去到簡中了毛澤東 這個在積管域的筆下是江青自己說的 為自己這一段在上海或者是由這個青島 然後在山東之中 然後在山東之中 然後在這裡 幫他選擇自己整夜 用自己的分析 這段歷史 我覺得是為了應付應對外面 對江青的一些流言比喻 那時候說他是人盡可呼 又或者說他的男女關係很亂 因為這樣背景這麼複雜的關係 就是跟黨好像是若跡若離老闆 甚至是會不會被懷疑 是背叛過黨等等 是為他開脫的這一段的說話 因為後來很多難聽的說話 在言安裏面當他回頭要取他的時候 都有講到的妖精等等 這一段我覺得 無論是江青的自白也好 又或者是漆盆魚 他要收入去幾宗都好 都是要幫江青做為一個澄清而已 那觀眾朋友就和大家繼續講 這一本的漆盆魚福益龍 民意廢洋 換季網路 請搭上881903.0 中國製全群華人一串 一張搭載的行程 有感受的幾十分 有的幾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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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元 四十五元等 不同的價格出售 平整多快十四十 好休息 只有福益全會簽收 大萬塊市民 全會全身 都入侵人均為收工商積償資格 一斤五點三公斤泥車 隔九 五點五十九 都不雲彈六十二十三 八百 隔六十二十四 約自車 哇 怎麼更多人申請安勞案件 當然 做了安勞案件 每個月有簽收 一輩子不用還 還可以住自己的房子 或者日後樓市別 批了的年金都不會減少 近來樓這樣的市貨 不是要快點申請嗎 家政九七十五歲 八月底前申請 還有機會獲得額外一 不過年金最高五五萬元 查宗熱線 2536-0136 需求條件及細則有速 商業電台二十四小時 為全港自民服務 輕鬆於對本台節目有任何意見 歡迎自電 2794-4974 或者寄信來九龍廣貨道三號 商業電台公關部首 餅 dollars 牆壢大中華喧起天下 中國飼 由中國人竄開 全主持潘小桃何憶文 對大中華 孟主持潘小桃何憶文 懂中國 以原目染之下 對毛澤東深深地拜佛 成為了一生很重要的崇拜的罪長 即使他被毛澤東鬥倒 拋棄 仍然是不斷初心 這是很難得的 這一個我寫的時候 對他在這件事是佩服的 即是說毛澤東犯了滔天的大罪 他其實自己都知道的 但是他有辦法將他開絕 就是要說回這些說話 不是毛澤東的問題 其實是執行上面 或者是其他人的問題 硬硬把這些罪行 是入了毛澤東數 這一個就是在書裏面 很多的障礙都提到 另一樣的就是 他見到很多高層之間的關係 的鬥爭 我覺得有一段 我覺得他為了自己避重就輕的 剛才我經常說到 毛澤東看書的時候 他自己因為管理毛澤東圖書室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自己買回同一本 然後抄下去 這個其實是犯罪來的 按著中共的紀律裏面 是不可能發生 不可以發生 因為可以私自抄了毛澤東的東西 然後當作私人的收藏 在當時肯定是不可能的 犯了那個 無論是保密等等的需要 因為毛澤東看什麼書 已經是一個秘密了 然後毛澤東看過什麼東西 你抄下來的 這些只會是在 那些其他東西 他做了 這個應該是其中下一個錯誤 然後被調來那個圖書室 當然他說自己是輕描淡寫 後來就是因為 毛澤東看其他什麼書 拿地圖 要在韓戰裡面 找一個軍事地圖 然後把責任最開始少 因為前家英去了喝酒的關係 他說 然後他自己決定 最後這個地圖 是拿出來不夠好的 不正的 那麼這件事 是觸發到他 是被調來的一個圖書室 然後參與了 毛澤東看過編輯的工作 但我就說 這個不只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自己輕描淡寫 跟他操錄毛澤東的 微批的東西 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齊本宇在他這個回路裡面的上冊 我覺得他談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重要問題呢 就是他當時去做一個叫做群眾反映 這麼一個資料 這個材料呢 實際上就是根據呢 各個地方的 今天經常用個時髦的詞 叫上榜 上榜資料 然後呢 遞交上去 他們根據這個上榜資料 最後編一個群眾反映 然後呢 只交給毛澤東等一個 數量非常少的領導人 那麼說呢 這是他很合意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呢 他就是回憶到呢 當時這個反右 反右的時候呢 他呢 差點被殺個人 差一點被殺成右派 這個呢 叫巴斯馬事件 最後呢 是毛澤東直接介入 他才能夠化解為夷 然後沒有被化為右派 第三個呢 就是講到呢 說當時人民公社運動的時候 那麼讓他去四川 我們眾議五地 然後呢 十地呢 來掌握 說呢 眾議五地究竟能夠產多少糧 然後呢 來對這個地方啊 紛紛報喜 說呢 我們這個已經出現了 這個萬捕糧田啊 什麼 毛餐啊 對 萬金田放衛星啊 什麼呢 做一個實際的這種掌握 所以這個上策呢 他平常都是在文革前發生的事情 但是呢 他裡邊呢 他這個群眾這個反映 他實際上蓋過了一點 就是說當時呢 中共的官員已經開始腐敗了 而且呢 這種腐敗呢 裡邊呢 就涉及到男女關係 或者說呢 拋棄過去的這種高康之妻 他當時說呢 一些軍隊高級將領的太太們 一起到中南海來上訪 說呢 自己的丈夫怎麼怎麼 然後呢 這個在外邊呢 和其他女人遊覽等等 然後呢 想方設法就說 要見到毛澤東 但是呢 後來呢 氣溫宇呢 當然說不會讓他們 見到毛澤東 但是說呢 最後怎麼把這件事情 妥善地處理 因為他知道 說這件事情 如果說如實相報 可能呢 他會惹來 這些將領的最後的憤怒和報復 所以說 這是一件事 他想說明啊 當時呢 中共的一些官員 實際上已經